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男子拥有超能力后疯狂抢银行的电影《心灵传输者》 男主大卫是一个普通高中生,一直爱恋着同班的女生小美 得知小美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后 大卫送给小美一个装着艾菲尔贴她的水晶球 而班上总是欺负她的马克,却将水晶球扔到结冰的湖面上 大卫为了解水晶球不慎掉入湖中,她惊恐地挣扎 正当大卫以为自己快要淹死时,她突然出现在了试图书馆的地板上 懵逼的大卫哆哆哆嗦地回到了家中 却遭遇她那酗酒的父亲劈头盖脸的斥责,让大卫心灰意冷 她想起了早上的一幕,想到了图书馆 就在父亲撞开房门那一刻,大卫传到了图书馆中 大卫意识到自己拥有顺移的超能力,她再也不必过以前的生活 大卫来到新的城市,一直练习着自己的超能力 没有钱,她就将自己传进了银行的金库 来来回回搬运着城堆的钱,然后心满意足地躺在了不满钱的床上 一晃几年过去,大卫长大了,她现在的生活就像神仙一般 她可以上一秒再陪鸡冲浪,下一秒却在尸身人面巷上吃午餐 晚上还能在伦敦欣赏美景 但大卫不知道的是,她的超能力已经引起了酒吧里格里芬的注意 晚上,一个自称罗兰的人出现在她的家中 罗兰质问大卫是谁暗中保护了她这么多年 还拿出了一千幅电击棒,攻击大卫 使得大卫无法正常传书 但她集中生智,将自己传到了墙体背后的储物室 慌忙传回了酒位的家 在酒吧,她看到了小美 正当她要离开时,却不想遇到了马克 大卫本不想打扰小美平静的生活 可是马克竟然调戏了小美 大卫小宇宙彻底爆发了 她把马克传到了银行的金库中 然后笑了笑便独自离开了 大卫带着小美来到她一直向往的罗马 就这样,她俩成为了情侣,开始双速双飞 而此时,罗兰找上了马克 从她口中得知大卫和小美的一切 与此同时,同样有着传输能力的格里芬找到了大卫 并警告大卫,专门裂杀心灵传输者的游侠已经盯上了她 不久后,果然出现了两名游侠 格里芬轻松搞定了这两个菜鸟 格里芬还警告大卫,小心游侠对她身边的亲人下手 为了小美的安全,大卫只能选择分手 随后,大卫来到了格里芬的基地 想要询问有关游侠的一切 格里芬告诉她,游侠早在中世纪就存在了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掉传输者 而且为了抓住他们不惜杀死传输者的家人朋友 而格里芬的父母就是因此被游侠头目罗兰杀死了 大卫一听,赶紧穿回家里 却发现父亲已经倒地不起 大卫知道下一个就是小美 于是他想和格里芬合作一起消灭罗兰 之后大卫向小美说出一切 这时,罗兰已经杀到了楼下 情急之下,大卫带着她顺移到格里芬的基地 格里芬看到突然出现的二人很气愤 因为罗兰拥有追踪设备 他们的位置已经暴露 果然一个传输通道被打开 罗兰和游侠已经来到了基地 而躲在一旁的大卫 却在墙上照片中发现了失踪已久的母亲 罗兰趁大卫不备 射出电击绳将她捆住 然后她掏住了匕首,准备杀死大卫 这时,格里芬用火焰枪从背后袭击的罗兰救下了大卫 而罗兰在格里芬面前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格里芬甚至直接把一辆大巴砸向了罗兰 罗兰惊险逃脱后,立马钻回了传输通道 格里芬则成圣追击 与罗兰展开了生死搏斗 最终,格里芬抢回了游侠的最新设备 她知道传输通道即将消失 就在这时,尚未消失的传输通道中 闪出一道电击绳把小美抓住了 而格里芬却想用炸弹炸死罗兰 为了小美的安危 大卫传送走了炸弹的引爆器 格里芬追了上去 他们展开了一场神奇的追逐大战 他们从金字塔顶端打到帝国大厦 从急速坠落的高空 又打到了正在一般派对的泳池中 从北极打到了正遭遇战争的车程 随后大卫将格里芬推倒在了高压塔上 用强大的电流困住了格里芬 随后大卫出发前去营救小美 而罗兰早已布置好陷阱 大卫一出现就被电击绳困住 生死攸关 大卫潜力大爆发 整层楼房都开始颤抖起来 他居然将一整层楼传送到了水中 大卫也因耗尽力气 静静沉入了河底 这时小美挣脱了束缚 唤醒了大卫 虽然大卫并没有杀死罗兰 但是把他留在一个悬崖峭壁的山洞之中 之后大卫找到了母亲 原来母亲也是一名游侠 为了保护年幼的大卫 不得不离开了他 但是这么多年 他一直暗中保护着大卫 得知一切的大卫并没有过多计较 然后和小美开启了惊喜的传输之旅 这部电影满足了多少人年幼的幻想 假如我有顺移超能力 我肯定是一名美团外卖员 你呢